可以说是目前两后要争夺总统大位 那么民进党总统参选蔡英文非常会吸睛 她才刚刚发表台湾美乐地的新歌 今天实体的专辑同步在网路跟店面上架 蔡英文拼选战幕后团队是拼创意 从一卡通悠有卡 然后抢搭了中秋商机 推出了玉兰包装查理盒 还有全台各地大大小小募款餐会 算一算轻松进账8000多万 不过相较于对手红袖柱 目前只大约目得了4000万 蔡英文台湾美乐地竞选音乐才刚发表 实体专辑随即出炉 网路实体店铺11号同步上架 再度找来设计师聂永珍 不只跨到设计封面 就连里头歌词本都用了黄绿缝制玄机 首播5000张 一张售价420元 盈余将用在未来专辑宣传上 民众不只为听音乐 很多更是冲着蔡英文而来 先喜欢蔡英文 但是我听到这些音乐我觉得还蛮棒的 所以决定用这个方式来支持 支持他们的共同的一个理念这样子 因为他们是代表着一群人 20张美乐地专辑才上架不到5分钟 就被销售一空 不过蔡英文拼选战 募款小物也不止这个 打选战脑筋摇动得快 抢搭中秋商机 推出玉兰包种茶礼盒 2016罐一罐售价2016元 一个礼拜多就剩下不到125罐 还有一张1000元的一卡通悠游卡 9000张更是48小时内秒杀 算一算专辑首播200万进账 茶叶卖完400万 悠游卡一卡通更募得900万惊人数字 再加上全台7350万的募款餐会 首播行销至少就募得了8850万元 募款的过程当中 其实它是可以分种的 所以募款小物它可能比较针对的是 像比较年轻人上班族 或是网路的使用者 创意战略加持募款小物多管齐下 蔡英文募款成绩亮眼 但反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 目前约募得4000万元左右 但曾说不拿党中央一毛钱 却又被爆处处找党出钱 引发党内为辞 只能说民调高低反映在两个女人的募款上 也跟着高下力见 欢迎新闻 邻居挺谈一轮台北采访报道